OK,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的 Fungtu Chapter 2, The Density and Pressure of Water的一个作业 几乎都是一些计算题,只是给8题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A block of copper measure 2cm, 3cm, 5cm Has a mass of 270g, what is the density? 当然在这边它虽然给的是Copper,但是你还是要计算的 所以5乘2等于10,再乘3就会是30 所以270g除以30,你就会得到9g per cmq 我好像是不需要大家写那个单位 不过这几个应该是都可以算对了 只是这个最好不要这样写了,我的系统认不到 我系统认不到这样子,可能就会给你错了 OK,所以这题答案是9 答案是9 第二题, The density of aluminum is 2.6 好像2.7 但是它给你2.6,你就用2.6来计算了 所以你就是当做是可能它2.6可以比较容易计算这样子 Volume会是多少 V是等于M除以Row,所以65除以2.6 我们以1位5一个0,除以2等于13 除以2等于... 除以13吧,我直接除以13看一下 除以13得到2,除以13好像是5吧 对,所以50 50再除以2就会等于25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25Cmq OK,25 哎,你不能写gmq啊 gmq是那个密度的单位 所以这边应该是算到的是体积 是体积,所以是25Cmq罢了 OK,大概是这样 再来看第三题 The density of alcohol是0.8g per cmq 如果它的体积是100Cmq的话 那它的质量是多少 M是等于Row乘以V 所以是0.8乘100 你就会算到80g 好,80g 80g 80g 80,好,这样子 OK 再来第四题 The block A block of wood which measure 10Cm by 20Cm by 30Cm 所以你20,30 10乘20乘30 326 600 应该是三个0 6000 Cmq 是它体积 然后呢,它的质量的话呢 我们会最好换回gram 所以5400g 对吧 然后呢,月掉两个0 然后除以6等于10 除以6等于9 9除以10 就0.9了 对不对 所以它的gm per cmq是0.9的 0.9 0.9 0.9 有没有算到其他答案啊 如果你算到0.00多啊 就代表说你可能没有换单位啊 之类的一些问题 所以如果你换好那个单位的话 应该是算到0.9 不会是0.009之类的啦 ok 所以请注意那个单位 质量换单位变成gram 它的cmq你可以 可以保留回cmq 所以然后 10乘20乘30应该是6000的 alright 再来第5题 what is the capacity capacity基本上是体积 capacity of a bottle 就是说它可以装的一个溶剂 我们叫溶剂 但是其实就是体积的意思 which contains 408g of mercury if the density of mercury is 13.6 所以我们要找v是等于m除以roll对吧 然后408除以13.6 一一位 5一个0 好像是3哦 63 18 33 93 13 40 408 刚好哦 所以这边应该是30 然后cmq 所以你会看到它其实虽然那个数字好像很丑 但是其实它就是一个倍数的一个关系 ok 所以这题是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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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不要这样子写了 我的系统会认不到了基本上 ok 大概是这样 然后也不要空太多格 有时候你们又空一格 有时候空两格 我不知道要怎样处理 系统可能会给你错 不过你自己知道 你是算对了的 ok 第6题 what is the mass of 10cmq of silver with a density of 10.5g per cmq 所以它是要找mass mass 是等于roll乘V 对不对 所以是10.5乘10 所以答案是105 非常简单 105 105 ok 105 这个1.05应该是做到除法去了 所以这个要注意 大家遗像 大家要注意一下 遗像 到底是成还是除 不要搞错了 这是非常基础的 abicle of weights abicle weights abicle weights 30g when empty 就是那个烧杯 空的烧杯本身就是30g的 what will it weigh if it contains 50cmq of petrol of density 0.7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那个petrol是多重的 petrolm是等于roll乘V 所以它是0.7乘50 1亿位月调率7535 对吧 35g是那个petrol本身 它再加上那个bicle 30的话呢 应该就是65 ok 65g是对的 要这样子来算了 ok 这是第七题 再来看第八题 3g of hydrogen gas occupies a volume of 36,000cmq at the room temperature what is the density so这边的density呢 它建议你用kg per meter cube ok 三个g 它是千分之三个kg ok 这样子来看 然后cmq的话 当然我们如果是用kg per meter cube 我们照样用gm per cmq也是可以吧 对不对 我们照样用gm per cmq 再乘以1000 给它应该就会得到 应该就会得到我要的了 呃我就会换成kg per meter cube ok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来看的话呢 乘以1000 月掉了 十二分之一 十二分之一 当然我们不能 嗯 我们不能保留十二分之一吧 所以我们要用1除以12 要补0给它 呃这个还是0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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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9 28 9 9 9不行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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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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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40 40 40 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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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0.0833333 它要trace significant figure 我们就写833就好了 OK 0.08333 所以这两位 就是写0.83 0.83也不对 0.083是两个 significant figure 一般来讲 我们从第一个不是0的数字 才开始计算的 所以这题应该是0.0833 才是它正确的答案 OK 有没有人做对 没有 OK 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对 这个呢 三个人打横 有一位做对了 0.0833是对的 0.0833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我的要求是3 significant figure 0.083是2 significant figure OK 好 就大概是这样了 有没有问题 可以 三个人打轮到的 最后一边的答案都不会是3 4145 4155 那么一边的答案都不会是4155 可以对的